好民众在搭乘大众运输时 有时候碰上需要协助 却又不好意思开口 或是担心旁边的人听到该怎么办 台北捷运公司去年底推出了 AI智慧客服 今天开始服务再进化 增加了一般事件通报功能 民众在车站或者是列车上 如果需要及时的协助 都可以透过AI客服 利用文字免通话 高知客服中心及行动中心 快速取得服务 这个设计是以直觉式的操作 像是车厢内有饮料打翻 在系统页面中间的选项 直接点选一般事件通报 或者是在系统的下方对话框 简单输入有人打翻饮料 或者是车厢有饮料打翻 就能自动触发这项功能 以引导对话的方式 点选路线别输入车厢编号 经过手机认证之后 就能传递讯息 也省下民众拨打客服电话 或寻找服务人员的时间 主播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开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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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软利灾ỉ